喜欢养爬虫的朋友们有福了 核辐射毁灭地球之后 荣原在地表变异219年 成了眼前这副模样 正常荣原长度10到20厘米 而它身长大约2米 比动力装甲都高半截 它头大而身小 血盆大口那简直就是一望无际 更恐怖的是 它满嘴长得竟然不是尖牙 而是人类的手指 这些指头随着它的嘶吼颤抖 让人毛骨索然 嗨大家好我是科幻迷不满 咱们接着看好评科幻剧《辐射》 这集的主线就两个字 抢人头 不过是字面意义上的 话说有位博士 往自己脑袋里扎个十命晶体 据说这玩意可厉害了 既能救国也能灭国 她本来请女主角露西 护送自己逃亡 可惜自己被追兵打伤 没法再跑 她想出个大狠招 让露西锯掉自己脑袋 把头带走 这样博士虽然死了 也不算大事 毕竟世上有些东西 比生命更可贵 露西犹豫好久 会下电剧 画面再切回来 博士早已摸不着头脑 露西也已经带头上路 她从头审视博士 发现了脑袋后的神明晶体 虽然不知道是啥 但一猜就知道很重要 为以防万一 她从BB小子里 取出个追踪器 塞进博士鼻孔 这样就不怕弄丢她了 沙漠好像没有编辑 露西熬了一天一夜 终于抵达一片废土河畔 这里末日前是一座小镇 被积水侵蚀200年后 水草风貌 你看湖边还有小鹿呢 一个脑袋四条腿 多新鲜 危险 有个怪物咆哮偷袭 突然吞下小鹿 这家伙神出鬼没 总是出现在力物背后 露西用麻醉枪驱赶 她仍然贪婪 非要吞下背包再走 坏了 不是头在里面呢 露西到最后 也没有看清怪物长啥样 只庆幸昨晚装了追踪器 还能找回脑袋 她正准备开追 一扭头又被一杆枪支住脑袋 这是狮鬼Coopper追杀了过来 来认识下 Coopper是个狮鬼 也是少金猎人 最近到处都重金悬赏博士人头嘛 她自然不能错过 前两天她就追杀过博士 虽说一度跟丢 但博士养过一条超忠诚 超会追踪 也超蠢的狗子 这家伙就算分隔天涯海角 也要去追博士 换句话说 只要尸鬼Coopper跟住狗子 就一定能追到博士 她跟踪几天 成功找到博士 可惜只成功了一半 她一猜就知道身子没用 脑袋才有价值 又忽悠狗子去追人头 这期间 她的体质异度很虚弱 吸了一瓶黄药水才满血复活 剧里并没有给出这款药剂的名字 有人推测是游戏里的肖福宁 但按照游戏的设定 尸鬼并不怕辐射 受辐射还能回血 应该并不会依赖肖福宁 所以这也可能是本剧新设定的药物 通过后来的剧情可知 尸鬼一旦停用黄药水 就会丧失理智 变成狂尸鬼 Coopper万万离不开他们 所以用小包随身装着 说回刚才时间线 是鬼Coopper扶罗路西之后 听说怪物吞掉了人头 就把他捆绑起来 埋进水里 路西痛苦不堪 以为是在酷刑逼供 其实这是把人给想坏了 人家并没有折磨他 只是单纯拿他当吊儿而已 这样几个回合掉下来 怪物终于养够了 这个怪物真的很恶心 他叫士吞猿 两只前爪跟人手一样 满嘴迪丽度路 竟然全是人类手指 不过这好像也导致 他牙口没那么好 半天愣没有破路西靴子 士鬼Coopper拎棍子反击 但不紧不慢 你看士吞猿打飞塔 他还乐呢 路西可不想含笑九泉 慌乱抓住士鬼背包 狠砸怪物脑袋 怪物吃藤松口 狗子又扑要怪物手指 打出全对目前最高伤害 士吞猿心想 这是什么恐怖猛兽 溜了溜了 士鬼Coopper爬起来一看 这波士没抢到人头 又赔了黄药水 真想杀了路西 但转睛一想 留着他还有另一个用处 于是呢 把他赶到别处去 这集没有说明此行的目的 我们通过下集知道 士鬼Coopper这是要 卖掉路西 换取两个月的荒药水 他俩上路之后 狗子仍留在原地 朝着河里狂飞 因为活是脑袋 还在河里呢 走了半天吧 路西又走进沙漠 口干舌裂 士鬼Coopper是真坏 自己蹲蹲喝完一壶水 剩下倒掉也不给他 真想喝 喝合物水吧 路西接近水池 BB小子内置的 盖个技术器 劈啪作响 想想还是算了 再往前呢 是避难所小子的宣传广告 广告牌史 建于末日前 剧间已经有两百多年 士鬼一言不发 一枪爆头 大哥你刚才打怪兽 咋不用这枪法呢 其实这俩事不一样 他对避难所小子 有很深仇恨 事情也要从末日前说起 那年Coopper还没有变异 是个眼牛仔的大明星 他正派又正直 导演让他在电影里杀配角 他都不愿杀 因为他在剧里是个好警长 他觉得自己该拘捕犯人 而不是爆头 导演的意思是 观众就爱看一个 手法好警长黑话 单枪孤胆打遍西部 你不觉得很酷吗 这段台词看似荣誉 实则呢 应该是暗示Coopper的命运 总之 Coopper不愿意在大力导演 又在妻子的推荐下 揭露个广告 这是避难所科技公司的宣传广告 他们在美国各地建立了 122个避难所 自称是为了高尚目的 一旦核战蔑市 美国还能从避难所崛起 Coopper问广告方 这身避难所套装是不是真的像宣传一样 能抵御核辐射呢 妻子跟广告方试个眼色 对方迟一片刻 说那绝对能啊 事后看来 他们演技比Coopper拙劣多了 但Coopper信以为真 盛情夸赞避难所科技公司 还给他们自创一个标志性的post 后来呢 这个形象被做成避难所小子 家喻户晓 也成了Coopper的黑历史 怪不得他那么气呢 Coopper和露西的故事讲完了 这集还有另一个主角 叫马克西姆 最近博士脑袋被全世界盯上了 马克西姆也是来抢人头的 他本是钢铁兄弟会的骑士护从 任务是效忠自己的骑士 陪骑士抢人头 然而这个骑士 又菜又爱玩 把自己做成重伤 还要让马克西姆背锅 不过马克西姆发现 只要见死不救 就能抵替骑士身份 于是继承了骑士的T60动力装甲 他对外假装是骑士本人 反正装甲遮着人脸 谁也认不出来 不过马克西姆是蠢蠢的菜鸟 对动力装甲一窍不通 前阵他跟人打架码 突然一飞冲天 又突然一头在地 零件都摔坏了 他找到一个空的工作台 把动力装甲挂起来维修 不料钢铁兄弟会总部 突然发来通讯 问骑士近况如何 马克西姆始料不及 假装骑士的声音 谎称一切都好 只是自己的护从 马克西姆阵亡了 总部的真爽快 当场许诺给他换个新护从 这不叫露馅了吗 马克西姆大惊 一把摧毁通讯装置 但新护从已经上路 马上就会定位空头过来 没办法 先修理再说吧 马克西姆去集市 买完新零件 准备替换 不料再回来时 已经有四个掠夺者 看上了动力装甲 头可断 装甲不能丢 马克西姆一人对上四人 结果被按在装甲上报答 等等 按在装甲上 这不是给机会吗 马克西姆穿进一只手臂 捏住最近掠得者的脑袋 连枝带僵 他把自己都吓了一跳 那其他掠得者更是吓破胆 闻风而逃 差不多刚休息一分钟吧 钢铁兄弟会的直升机 就把新护从空降了过来 马克西姆看清护从的脸 脑袋都大了 这个人我叫他胆小哥吧 他以前跟马克西姆是平级 只是来得早一点 总仗着辈分霸凌他 如今时代变了 马克西姆假装成骑士 胆小哥毫不知情 还单膝下跪呢 马克西姆面色冷峻 伸出右手 似乎想捏爆他脑袋 轩帝会等级鲜明 护从在骑士面前本来就卑贱 胆小哥再一看捏爆的脑袋 吓得哭颠寒凉 不提头提 马克西姆这时的心情 比辐射废土的化学成分 还要复杂 他决定暂且留下胆小哥 先让他清洗盔甲互当羞辱一下 再一起回归主线目标 追杀不是 经过一天跋涉 他们找到了那具身体 但没有脑袋 怎么确定身份呢 胆小哥把通鸡头像 往脖子上一安 驴头堆上了马嘴 不是博士才有鬼 马克西姆也挺聪明 知道尸体没有意义 也去折纵人头 路途太长 难免要先聊 马克西姆假装骑士 命令胆小哥说 你来骂骂我那个 阵亡的护从马克西姆 只许说坏话 谁料 胆小哥竟然没有坏话可说 还想道歉呢 其实很久以前 胆小哥才是总被霸凌的那个 后来先人马克西姆来了 胆小哥就试着霸凌他 这招效果拔群 再也没有人欺负胆小哥 都去欺负马克西姆 这就是兄弟会训练营的规矩 救人就是要霸凌新人 他真希望马克西姆能等到 下一代新人 把欺负传出去就好了 真可惜 马克西姆安静听完 虽然没听见一句对不起 心里却已经说了 没关系 他俩追寻着 路西和食鬼库珀的踪迹 也跟到那片废土河畔 这时呢 试吞员已经吞下人头 路西 库珀都赶往别处 狗子倒还在朝河狂吠 翻译成人话就是 这合理 这合理 他俩去合理调查 结果再次引来试吞员 按照规矩 这个时候骑士有权命令 护从带头冲锋 胆小哥也确实愿意 但这不是送吗 马克西姆让他上岸 自己来挡 这副动力装甲目测两米高 可试吞员站起来还要更高 他张开大口 意外吃了一枪 原来呢 胆小哥上岸又架好枪 在这儿忠心救助了 怪物气坏了 一嘴咬住单小哥 让他叫出海豚音 马克西姆也没了招 只能过来做人体罢歌 试吞员叫这个名字 是有原因的 他咬住猎物绝不松口 嘴里的人指快要扎进肉里 马克西姆只能大力出奇迹 大喝一声 这下连汤带水 连蛇带味全给拽了出来 试吞员当场丧命 抱出一地垃圾 看看都有啥呢 罐头 电线 面包机压铃 还有塑料玩具 这点在辐射游戏里也有体现 试吞员的尸体 就像叮当猫的口袋 装满了超出你想象的 泥汁物体 总之啊 还好试吞员抱的这堆垃圾里 也包括胆小哥 他感谢马克西姆救火自己 马克西姆也感激他先救自己 简直就是相近如宾 嗯 身后噗噗噗噗的是什么声音呢 原来垃圾堆里还有博士的头 狗子正铁是主人了 等等 马克西姆的任务不就是 抢这个人头吗 他和胆小哥既救赎彼此 又完成任务 皆大欢喜 不过别忘了 胆小哥景仰的可不是 马克西姆本人 而是他伪装的歧视身份 一旦认清是他 真能接受吗 咱们走着瞧吧 好了 今天的节目就到这里 欢迎关注科艾粉丝 咱们下期再见 再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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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字幕志愿者 杨栋梁